OK 整理完了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們到底放了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的書就放這裡 畫冊放右邊 這邊是比較有點像是 OK 那我們的櫃子整理完了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們到底裡面放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上面是放一大堆的我畫的圖 那這一層呢是放一些就是所有的書啦 對 沒錯 所有的書都放在這裡 右邊這個是畫冊 那下面這邊就是一些有沒有的文字 文 字 字 OK 那我們櫃子整理好了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們到底怎麼把它擺起來呢 怎麼擺起來 OK 那我們的櫃子整理好了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們櫃子裡面怎麼安排我們的位置呢 怎麼安排位置 OK 那我們的櫃子 OK 那我們的櫃子整理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們櫃子怎麼擺設呢 OK 那整理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們櫃子怎麼擺呢 那我們最上面是放我的什麼全開的圖啊 或者是四開的圖 就比較大張的圖 那或者是把它捲起來的東西啊 就是比較海報啊之類的 那這一層呢就是把所有的攝影書 全部都放在這邊 那右邊這個是我的畫冊 那這邊就是什麼獎狀啊 或者是一些刊類的 雜誌類的 那這一邊呢就是產品型度 還有我們的神奇的法拉利 那這一邊呢就是瓶瓶罐罐 還有我們的繪畫工具 就是所有的繪畫工具 好 那下面就是產品的一些 盒子 空盒子 那邊就是我們的魔鬼沾隔層 這邊就是我們的泡泡紙 好 換下一邊 OK 那我們最上面 OK 那我們最上面這邊就是放一大堆的 OK 那我們最上面這邊就是放一大堆的產品包裝 就是不關攝影的東西 我就把它全部丟在上面 那這一層呢就是有關攝影的東西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